好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在試駕Skoda這一台 最新的Comic的時候 我們人不在馬祖 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要飛往馬祖的 班機之前呢 發現這台班機它是不能飛的 馬祖它常常起大霧 它的機場是封閉的狀態 所以我們這一梯次呢 最終沒有辦法到馬祖 為大家來試駕這台Comic 但是Skoda非常貼心的 帶著我們來到了台南 來到這個古城 來到這個美食非常多的地方 來看一下Comic這台車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豪華精英版 它是車系裡面位居最頂級的位置 它採用了1.5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整個車系呢 應該會有四種的車型編成 就如同之前的Skoda一樣 兩種動力1.0 TSI 以及1.5 TSI 今天試駕的車型呢 由於它是頂規的版本 所以呢 在任何的配備上面 它實際上都付得非常齊全的 可是我們往回推 全車系的版本呢 安全配備 機能的配備 實際上它都已經全部的 標配上去了 所以Skoda這樣子的行銷方式 我覺得是非常適切於台灣人的消費方式 同時呢 也讓大家可以花少一點的錢 來取得相對比較良好的一些安全 以及一些機能的配備 在車頭的部分 很簡單的 在外型上面呢 大面積的水箱護照 新世代的設計 會外面以鍍鉻式條來做環繞 中間的柵欄組呢 亮黑色的材質 而廠灰呢 則是黑色的 上方呢 兩個折線 去創造出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這樣子設計手法非常的簡潔 但是說實在話 它還蠻耐看的 水箱護照延伸出來呢 分離式的頭燈 上面它整合了什麼 LED的日行燈 而且第一次在車頭採用了 序列式 漸進式的 LED方向指示燈 所以在你一般行使的狀況之下 它是日行燈 但是在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會使用序列式來表現 你的方向指示燈 而下面呢 整合了你的近遠光燈 你的LED的霧燈 同時又主動轉向的功能 所以呢 這樣子燈組的配備 除了它全部採用的LED之外呢 它也可以在照耀的寬度 以及在照耀的機能性上面 都給你一定程度的展演 非常不錯的設計 而下方的保險桿呢 維持著品牌一貫的手法 比較沉穩 比較平鋪直續一些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車側 我覺得車側呢 是它 你一眼可以辨識出來 它是Kamilk 還是Skala的一台車子 因為 它在車側的部分 你很明顯可以看到它的高度 變高了 它的離地高 似乎也有變高一些 同時 如果你真的去詳細研究規格的話 它的軸距是來到了 2651mm 比Skala多了2mm 我相信這樣子的拉長 或者說這樣子的擴增 實際上並不會為它的後座空間 造成太大的變化 但是由於Skala的後座空間 表現已經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在Kamilk上面呢 它有遺傳下 這樣子很好的空間表現 至於在配備的部分呢 後視鏡整合的方向指示燈 在內側的部分 它也整合了盲點偵測功能 另外在上方呢 有車頂的置物架 頂配的版本上面呢 它也具備了棉鑰匙感應的功能 進入 以及你在啟動車輛的時候 你都不再需要鑰匙了 最下面呢 則是可以看到 由於它比較類似於SUV的一個身段 所以它附上了一些防刮材質 不過是採用了與車身同色的烤漆 我覺得這樣子的表現方式 算是非常的傑出的 另外在折線的設計取向上面呢 你可以發現它使用的是比較方正 比較平面化的折線取向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組旅圈 實際上它是選配而來的 而且呢它的設計是非常的特別 不過它當然在清潔啊 在保養啊在維護上面呢 也會比較吃力一些 配帶規格統一採用的是205 55 R17 的版本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車尾 我覺得它的車尾呢 跟Skala是有非常多類似的地方 但是呢 由於它的車高變高了 所以整個整合性看起來呢 也會有一些些許的不一樣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尾燈組的部分 它依舊採用了非常狹長的方式 來做造型 同時呢 整合了一些3D雕塑的方式 裡面的燈組呢 是全LED的燈光 包含了你的導光條 你的煞車燈 你的倒車燈 以及你的方向指示燈 而且當然它具備了動態的方向指示燈 看起來呢 是特別的顯眼一些 上方有一個小型的圍翼 並且整合了第三煞車燈 至於在下面的保險桿呢 雖然說看起來是比較樸實無華一些 但是呢 它也利用了一些折線 去切割出一些些動態的感覺 我覺得看起來 還算是蠻不錯的一個表現方式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 我覺得一台休旅車呢 它今天要有一些醜載的方式 要有一些機能性的變化 最重要的就是在於它的空間了 卡米克這台車呢 其實在空間表現是非常的不錯 同時它具備了 電動尾門的起閉方式 相當的方便 另外在打開之後呢 第一個重點在於它門檻隆起的幅度 還算是可以 它這邊有一點切平的狀態 所以你在放置行李的時候 我想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至於在行李箱 隆機的表現上面呢 基礎隆機 我們今天看到這台車 由於它有雙層的隔板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將隔板放到下面的話 它基礎容積會達到400公升 如果你是放在上面的話 則會是落在370公升 另外在後座椅的導瓶上面呢 它具備了60分離的傾倒功能 所以在導瓶之後呢 它也可以達到1395公升 我覺得你端看這台車的大小 這樣子的公升數呢 實際上是非常夠用 而且在這個集區裡面來說呢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在導瓶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平整性是非常的好 當然在旁邊呢 有分隔出一些置物空間 包含了有掛鉤的一些機能 打開之後裡面並沒有備胎 不過有打氣機以及不太近 內裝的部分 由於它跟Skala真的是非常的類似 另外在配備的部分 我們很多東西之前都已經看過了 Skoda也算是還蠻有誠意的 所以呢我先講一下 它在質感的表現上面好了 飾板的部分 是不是很有機質感 因為跟Skala是一樣的東西 當然在顏色的變化上面 會做出一些不同的選擇 而上面呢 大面積的軟質塑料 觸感 確實比較好一些 中間的大型的液晶螢幕呢 也是我們過去看過的東西 它支援了 你所想的任何東西 除了原廠的衛星導航系統 不過你可以透過USB孔 來做A4Cover的連接功能 直接投影在上面 也完全沒有問題 雙區的恆溫空調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配備 而且我覺得它在卡米克上面 它冷房效果 由於今天真的非常的熱 但是冷房效果實際上是還不錯的 我們鏡頭拿出去都起霧了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大家不用太過的擔心 下方無線充電板是直接標配的 而且面積還蠻大的 另外兩個USB的Type-C的插孔 如果想要購買這台車的話 我建議大家轉接線 或是你的USB Type-C的連接線 先準備好 因為它已經沒有傳統的USB插孔了 7速的DSG雙離合器自首牌變速箱呢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排行感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還有兩個不是非常大的置備架 還是有中央扶手打開來深度很深 但是寬度以及長度並不是非常的優秀 上面並沒有全景的天窗 也沒有一般的天窗 方向旁採用了三幅式平底化的設計 盤面上面的一些按鍵呢 可以去調控你的儀錶板 以及你的視聽娛樂 以及你的藍牙接聽功能 後面呢 全速域的ACC 它是另外做了一個撥桿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它有朝一日 能夠把它擺上方盤的盤面 會更加的好操作 前方的儀錶板 很可惜它沒有直接標配 全液晶的儀錶板 採用了雙環式 中間有一個單色的液晶螢幕 當然今天這台車 它已經全部都是採用了繁體中文的介面 至於在座椅的部分呢 雙材質來拼湊 我想這個應該是真皮啦 然後並沒有電動調控的功能 手動調控的 我比較覺得 遺憾的還是它這個 後面已被傾倒的 這個還是要用轉的 好我最期待的部分 後座空間的展現 我想知道它跟Skala 是不是有一些空間上面的不同 我覺得除了它的著作點之外呢 以及你看出去的視野 它的空間表現真的非常非常的良好 腿部空間我身高173公分 前座一樣調整成 我的標準座姿 超過兩個拳頭 這邊使用軟的 你如果硬撐的話 三個拳頭是進得去的 而且大家看喔 我沒有做的特別的這樣子 我是比較 駭蘭的姿勢去做 它就可以擁有這樣子的空間表現 我覺得它的後座真的設計的 很特別 頭部空間 兩個拳頭以上 所以其實在Comic上面 你可以感受到更加良好的空間 不是說它腿部空間真的比Skala長 而是你加高了之後 你整個開闊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你會做的更沒有壓迫感 雖然Skala已經表現得非常好的 第二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探討的是它的座椅 我現在腿這樣平放的情況之下 它前面可以延伸 所以呢 你在這邊你會獲得非常充足的直升 而且大家如果認真看的話 它的設計啊 旁邊雖然比較內奧一點 但是出來之後 它這個距離是很長的 所以它可以提供給你非常好的直升性 再加上它的椅背的傾腳 設定是很剛好的 發泡棉的設定 整體來說它是很均衡的設定 所以我覺得它在後座的乘坐感 表現得真的是這個極具 我真的很想講 它是沒有對手的一個空間 以及它乘坐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尷尬的 或是說比較有一點點劣勢的是 在於中間這位乘客 雖然它的寬度是夠的 但是由於它這邊 包含了前面的中央扶手 它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這樣子往後面做延伸的 所以第一個它隆起的幅度高低半 第二個它中央扶手往後面推了一點 所以你在中間乘客的時候 你腳勢必是要打開一些的 如果你有滿層的需求的話 當然它也做出了後座出風口 以及兩個USB Type-C的插孔 並沒有第三序圓恆溫空調 中央扶手打開兩個置杯架 兩邊還算是滿平的 至於後面有兩個ISO-FIX 而同樣就已經座椅的固定扣 如果你是後座買家 如果你是想要載的家人去外面走走 CarMig絕對是不會讓你失望的一台車 好的我想今天的試駕心得以及在操駕這個部分 也許是大家再熟悉不過也最能夠去理解的一個東西 剛聽我講的你可能就可以大概直接的聯想到 這台車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當然外觀以及內裝啊 等你實際看到車的時候 你可能才會比較有一些多餘的想法 或是說一些新的心得 1.5L TSI 引擎 四缸渦輪增壓 150匹 25.5kgm 的扭力峰值 當然它的扭力峰值呢 在低轉速的時候就可以來做輸出了 而且可以做一些延伸 這顆引擎呢 它很泛用在VH集團的各個車系 以及各個車型上面 它也的確使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它是一顆成熟的引擎 並且從過去的1.4 TSI 集取了一些經驗 讓它在市區道路 讓它在高速道路 它可以保有一定的推動力 去推動車體 同時呢 它的線性的程度 再搭配上7速的DSG 雙離合機自首牌變速箱 它可以給你非常非常泛用的 而且非常非常多的道路的適應性 我覺得搭配上這台車呢 它實際上是剛好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購買 我覺得1.5升引擎 真的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基本上呢 會把你保留在一個比較低的轉速 尤其在高速的時候 這更不用說了 但是如果你達到S檔的話 它會允許你把轉速度拉高一些 取得更加良好的一個輸出 可是它也不是非常積極的方式 這台車它的平均油耗 可以達到1公升16.9公里 也一台小型的 我們講它是CUV也好 講它是SUV也好 講它是加高一點的先備車也好 我覺得都算是在這個級距 甚至你再往下面去看一個級距 它都是一個很均衡 很穩定的表現 我覺得在VH集團之中的車子能力 老實說你不太需要去擔心它的油耗 因為雙離合器 因為小CC數的引擎 都可以讓它體現出一個 比較良好的節能效果 我覺得台南的景致真的很特別 你在城市你在中西區 你往西邊一點開 你就已經看到海了 而且還有一個船艦在這邊 雖然台灣就這麼一丁點小 但是你在每一個城市 還有人在釣魚 你在每一個城市 你都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風情 雖然說建築物的設計可能很類似 道路的設計 鋪裝的品質一樣不好 可是呢 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文風情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很美麗的地方 即便我常常來台南玩 但是呢 我還是一樣會有新的感受 試車也是一樣 我開到一台車 我即便知道它採用的變速箱 它使用的底盤 它使用的引擎 我大概已經可以知道 它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可是搭配上不同的地景 搭配上你不同的心情 你總是會發覺到一些新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跟Skala相比 我更喜歡卡米克 雖然我不是一個SUV的擁護者 可是呢 我覺得它在視野的表現上面 真的比Skala好像不少 即便它的車比較高 可是呢 我覺得我比較能夠去掌握它的車頭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迴轉半徑其實蠻小的 你在視訊裡面你要做迴轉的話 當然是要在安全的地方 你是可以完成很多很快速的迴轉 就Skala發表之後呢 我才知道原來它這個模組化底盤 它可以做這麼細微的調整 或者是說 為它做了一些在內部空間的展現上面 更加良好的一些調整 它開起來感覺其實跟Skala是非常的類似 即便它的車格變高了 但是我覺得它並沒有影響到 你行駛的感覺 它還是一台非常靈活的車 同時它也是一台非常舒適的車 懸吊系統前面是麥花城 而後面則是扭力量 這樣子的設定呢 對於這台中型軸距 但是車型 車廠比較小的車子來說呢 一點都沒有問題 在現在這個世代 雖然說大家還是希望後面可以採用獨立懸吊 但是你換個角度去想一下 你今天在城市移動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 需要去進行很激烈的操駕 好啦也許你到山上去玩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很激烈的操駕去開這台車 同時呢如果你用那樣的方式 它是不是支撐不住 我覺得它一定可以 但是你在極限的控制上面 你在操駕樂趣的平衡上面呢 你就要稍微去平衡一下 同時呢這台車 因為它的避震器的設定行程比較長 它就是比較Q的一個感覺 它對於懸吊自身的表現 它並沒有特別去強調 但是呢你在高速移動的時候 歐式底盤可以給你的回饋是好的 它可以提供給你的平穩的感覺 也是非常好的 也許它並不能夠進行非常非常激烈 非常運動化的操駕 但是當你需要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可靠的夥伴 包含了它的全速域的ACC 它的車道維持功能 雖然說它並沒有很強烈的至終的感覺 但是它是可以提供給你一些安心感的 對於安全我想Shkoda它已經做到非常足夠的一個表現了 而且在氣囊數也好 在一些安全輔助科技 所以呢你這台車你買下來之後 你要的如果是空間 你要的如果是安全 你要的如果是舒適的話 甚至有一些些科技化的配備的話 我覺得Kamik在這個世代來說 它是一台很值得期待的車子 剩下的就是你對於它售價的滿意程度 是不是能夠符合你的需要 以及你對於之後在後勤包養的一些 你是不是願意花更多的錢去包養一台歐系車 這個可能是你想要考慮的重點 但是如果你單就Skoda以及Kamik 這兩台車你要讓我來選擇的話 不是SUV擁護者的我 我會選擇Kamik 因為我覺得這台車 它可以給我的東西是更多更多的 隔音也好 隔音我覺得算是在 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你也許不會感受到 非常良好的一個靜密的效果 但是你也不會感受到一個 非常嘈雜的生意 剩下的價錢 以及你的需求是什麼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的需求 你有什麼東西想要比較的話 我們也會盡力的 做一些集評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不同車之間的差距 我相信未來一定有機會 我們可以試駕到1.0的TSI的版本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帶給大家 我是立宜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訂閱留言按讚分享 最重要的把小鈴鐺打開 還有我們的IG上線的 一定要追蹤 看一下我們平常試車的生活 是什麼樣子 掰掰 就差不多了 我們會有機會 我們會有的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或是我們會有的 我們的會議 我會有的 過那麼小鈴鐺 我們會有什麼 那個 geil